大家好,15点28分了 我们这儿阴天了,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付出了高额的彩礼,还有不小的婚礼开支 为了二媳妇能够顺利过门啊 女方提出的要求就是硬着 头皮也是有求必应 家里边负债累累,千疮百空 由于男方家庭非常一般 女方的这种高额彩礼啊 已经把男方家里边掏得彻底见底了 导致男方的家庭经济状态 雪上加霜 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 新疆过门以后 她不是想着跟新郎一起共同努力奋斗 帮助改善家庭的经济困难环境 而是嫁过来以后 在这一年多里边是大手大脚 花钱如流水 还想着风的往江家搂钱 这样子时间一长 她就和男方家里边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 再往后呢 新疆看到男方家里头负债累累 短时间里边肯定没法翻身啊 自己的幸福日子还远着呢 她也没有打算在这儿过苦日子 于是呢她就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说这个儿媳妇要离婚 你想这个老公公她能不弃吗 自己辛辛苦苦了 大半辈子花了这么多钱 借了这么多债 好容易给儿子娶了个儿媳妇 这么着 结婚不到一年 儿媳妇就要走人 这个彩礼是要不回来了 等于鸡飞蛋打一场空 儿子变成了二婚 说不定她儿子这一辈子的光棍 可就打定了 这种事啊 搁到谁身上 谁也不好咽下这口气 于是就发生了老公公 对儿媳妇和亲家 痛下杀手的悲剧 这场悲剧的关键 就在彩礼的问题 在农耕文明走向 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 一直存在着 新旧观念并存的难题 在缩咬彩礼的时候 女方体现了一种财产属性 这无疑是旧的文明稀疏 对人格的贬低 结婚以后 女方有理直气壮的 享受着离婚自由的 现代文明 两边占便宜 这是不合理的 也是悲剧发生的 根本原因 虽然女方家里头 遭到了灭门 难道说 她一点原因都没有吗 高额菜里 就算在社会农耕文明时期 她也是违反工序良俗的 与现代的文明呢 又更是格格不入 可是呢 要想改变这一个 价值认知体系 也不是一句话的事 这个她真的需要社会的 不断进步 以及血的教训 是吧 这个女方啊 要高额彩礼 这个男方家没那么富裕 然后呢 她又不像过去 从一而终 白头偕老过一辈子 是吧 人家家里甚至付了债了 血本无归啊 出了那么多的血 然后你又说 过了还没一年 要跟人离婚 人家当然急眼了 那人家这叫什么呀 叫人才两师 人儿媳妇 娶进来 想过日子 还想生个孙子孙女 你没满足人家 是吧 钱人家花了大笔的钱 这当然说不通 所以这这一家 这个女的 这个河南商丘 雨成县啊 她这人说话 有点口音 反正应该叫雨 摇顺雨的雨 雨成县 这个桥吉乡 这个事儿 我觉得那老头杀人 肯定是不对啊 应该绳之以法 甚至杀三个人 肯定就没命了啊 就是偿命呗 一命抵一命 他一个人杀 杀他也算赚了 但是这家人也挺可恶的 很多人把自己的女儿 当成商品 有些女性 把自己也当成商品 实际上本质 这有点娼妓意识 潜意识里 拿自己的身体 拿自己的性别 也当成娼妓一样 刚才还说那个 说想着法的往娘家搂钱 这女的更有问题 为什么 你既然已经嫁给人家了 咱说的老百姓的话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还不好好的把自己家日子过 是吧 你跟你老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实际上你已经脱离了你的原生家庭 你应该和你老公一心一意的过日子 对吧 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 还有的就是婚前性行为太普遍了 是吧 他根本就也不拿你当什么 他指不定跟多少人睡过了 现在这个社会也太随便了 是吧 也太随意了 所以彼此那感情比较淡漠 说翻脸就翻脸 说上别人的床就上别人的床 是吧 这个有很多 现在到处都是私生子 就是婚姻内的孩子 现在那个不是很多做这个亲子鉴定 是吧 这个同学聚会喝多了 然后什么老情人 这经常不是发生这种事吗 对吧 这个问题不好 是吧 这种现象不好 嗯 这个我是 不希望这样 我是希望社会稳定啊 亦夫亦妻制 是吧 阴阳相合 亦男亦女 生一堆孩子 是吧 这个为社会也做贡献 人家说了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因为人都得死 而你不想死 就得生孩子 这样就延续你的血脉 血缘 这个就叫永生了 对吧 而且人类你不生孩子 你婚姻不稳定 你怎么有文明呢 什么叫定居文明啊 对吧 什么叫传承啊 是吧 什么叫繁衍生息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事 这种悲剧很多 这是爆出来的 没爆出来的呢 是吧 互相打冷战的 互相不忠诚的 对吧 你既然选择了婚姻 那你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对吧 你不能想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 这婚姻快成买卖婚姻了 对吧 成买卖了 这就成商品了 这绝对是错的 好吧 谢谢